好,我們到家了 我們到家了 開燈 小愛同學 打開所有插座 現在是晚上 七點半左右 先收一下東西 先收一下東西 可以了 媽媽請幫我關外套 好 到家就先洗個手 常常比賽用的 螺色花在家 這是比賽喔 媽媽可以參加你也可以不參加 我想參加 好啊,而且你參加 就算只是參加而已喔 他就會先送你折價券 那你才有折價券 沒有沒有,參加就有 對,參加就有折價券 參加就有了 那贏 贏的話是有更好的獎品 贏的話是有更好的獎品 好像也是可以 但是更好,折更多價的折價券 有比較多錢的折價券 比如說本來是折十塊 變成是 五百塊 你折三十塊 你折十塊就要變折五百塊啊 還有畫畫廚 廢畫工具 第一名就有五百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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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就有五百塊就變免費啦 對啊,你洗手了沒 喜歡嗎? 好,媽媽幫你弄薯條 你等一下 你等媽媽一下 回家就是先脫外套 掛起來 我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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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耶 那你沒有拍下來喔 好 我來拍下來 特別 好 吃吧 趕快吃吧 嗯 然後我要來幫我 剛剛在外面聊天的時候 我就想說要來幫我的老婆 設定一下 MIUI 11的那個 全面屏手勢 因為我已經用了一陣子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我已經用了一陣子啦 然後我老婆她也更新MIUI 11的 可是她還沒用 我想說幫她弄一弄 順便教她怎麼弄 真的還不錯用 然後也分享一下給大家 應該很多人都已經 都已經在用了啦 我們算比較慢的 你要坐在餐桌那邊用嗎 你一邊吃一邊用 我一邊跟你講好了 我先看一下你有沒有 我看一下我能不能開 嗯 為什麼你的沒有 我看一下喔 嗯 我看一下我的全面屏在哪裡 我們來聊聊 分享一下今天的事情吧 那你怎麼今天沒有告訴我們 就是尼老師生日這件事啊 我都不知道她怎麼說生日啊 我都不知道她怎麼說生日啊 全面屏 那你們一般有嚇到嗎 那你們一般有嚇到嗎 一整盆都嚇到了 啊尼老師有跟你們分享那個蛋糕嗎 一邊這樣生日快樂的 然後一邊衝過來 更多設定嗎 更多設定裡面 更多設定裡面啦 看一下在 特色功能 更多設定 在應用設定的下面 有一個更多設定 我看一下我老婆的有沒有 我看一下我老婆的有沒有 密碼要先別開一下 動來動去的 又來 這樣子好了 有沒有呢 更多設定 可以 有 老婆有全面屏 來老婆我跟妳講 我放在妳旁邊 我老婆她們剛剛又去買神酥雞了 明明就是妳叫人家去買的 現在還想污衊我們 對啦因為她晚餐沒有吃很多啦 然後統統在吃 薯條 吃爸爸污我們要不要吃了對不對 我老婆吃蘿蔔糕 好 那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來跟妳講一下 全面屏啊 妳現在這個 下面不是有一排狀態鏈嗎 這個是用來退出 程式跟切換的嘛 對不對 然後改成全面屏之後 就這個會消失 妳畫面會更大 然後啊 欸有點反光欸 妳幫我拿鞋的好了 然後 然後 我幫妳把它打開來 再跟妳講怎麼用 很好用喔 在設定裡面 如果你用不習慣 也可以自己改回來 更多設定 下面有一個全面屏 看到嗎 點進去 然後 按這個 這個是經典的 切換到全面屏 看一下 全面屏手勢學習 掠過我直接教妳就好了 好不好 直接掠過 好 然後妳下面那個 不見了 妳現在要怎麼回到桌面 妳一定很困擾對不對 妳講 往上拉 它就會縮小 往上拉到畫面中央就會縮小 然後呢 比如說 比如說我開一個 麥當勞包包好了 然後左右就是 回上頁下頁 然後妳要怎麼樣 可以開到妳的多個層次呢 拉住 停一下 它就會 它就會 它就會切換到那個 妳不是一個方塊 可以看多個層次待機的 然後就可以選妳要用哪一個 有沒有 好 那如果妳要回桌面 妳試試看 回桌面 往上拉 放到中間 如果你停住不放 它就會變成切換層次 習慣做很好用 那如果妳要回桌面 就是拉到中間 馬上就放掉 你弄一個沒有隱私問題的 妳練習看看 我怕開到妳 沒有隱私問題的 怕開到妳怎麼不該看的對話紀錄 或什麼的 不會有什麼不該看的對話紀錄啊 然後剛好就婚姻失和了 有沒有 然後 我們不用看對話紀錄 就可以失和了 不要失和了 你看 失和了 就是 吵架感情不好 看照片好了 好 比如說照片很適合 要有上一頁下一頁是不是 用我們的啦 我們幹嘛那個 我們又不是見不得人 好 然後 妳要回上一頁 沒有這個箭頭怎麼回 往左邊輕輕的拉 從螢幕外面往回拉 欸 它會卡到這 它上面就有一個啊 有沒有 可是妳點上面手指套 比較遠啊 拉過來 有沒有一個這個黑黑的小 我近一點 讓大家看清楚一點 拉一下 從畫面外面拉進來 要再遠一點 從畫面外面拉 有沒有有一個黑黑的小兔兔的 然後妳放開 就回上一頁 那怎麼把這個程式關掉 從下面往上拉 就會關掉 那妳怎麼切換多個不同的程式 比如說妳再開一個 好相機 然後妳往上拉 拉到中間不要放 有沒有 妳就可以切換成剛剛的相簿 所以從此以後 妳再不用那個導覽列了 上一頁下一頁 就是畫面的 左右兩邊的外面拉進來 就是上下一頁 這我可以 有沒有好用 要很好用 老高妳好棒喔 好配分手喔 但是我還是會計較妳剛剛冤枉我的事 我剛剛沒有冤枉妳什麼 然後啊 螢幕就比較大了 所以它叫全面皮 它就不會有下面那一條了有沒有 嗯 有想看 妳看 以前媽媽的手機妳記不記得 下面本來有一條 記不記得 不記得 不記得 因為妳很少看媽媽的手機 很好啦 我們家很少看手機啦 我五歲有看過嗎 五歲很少啦 偶爾 像妳上次不是有玩媽媽的手機的照片 你們兩個不都說 媽媽都不看手機的 很少看嘛 嗯 都說媽媽不看 還有一個功能我覺得不錯 妳要不要切換成 自動切換 它夜間啊 還是白天 我忘了 它可以切換成深色模式 喔 就自動 它會隨著時間自動 它會看妳說白天還是晚上 然後自動把妳切換成白色跟黑色的 那個模式 要嗎 可以啊 那妳把它再打開 用妳的指紋開啊 我就不要打密碼了 等一下拍到妳的密碼 它有點不解鎖 妳連指紋都不用按喔 然後 一樣在設定 它有更多特色 特色主題的地方 回去想試試看 用妹妹的臉可不可以開耶 不行啦 特色功能 欸在哪裡 我看一下要更多設定 你要稍微快一點 要不然我會吃酥彤彤 好好好 我來我做這邊研究一下好了 這個我單手就可以了 因為妳開了全 乾杯 不是妳開了全面瓶之後 就可以單手用 妳知道為什麼嗎 乾杯 開了全面瓶之後 比較好單手用 因為妳上下一頁就可以從 左右兩邊這樣滑 本來 如果導覽列在下面妳的手啊 要這樣子 動比較遠 妳懂這個意思嗎 我懂妳的意思 對阿妳全面瓶之後就很好控制 單手就很好控制 這好吃 再來 我怎麼覺得沒有人在專心聽我講 我有聽妳講啊 因為妳為什麼要幫我用換全面瓶 因為妳覺得這樣單手使用比較好使用 對 而且感覺比較高科技對不對 然後呢 頁面也比較大一點 對 好 然後再加上妳對我滿滿的愛 好嗎 好 這樣三個優點 妳看我現在單手大母哥 以前要回去的時候要移到下面 其實 不是不行 但是會比較吃力 那現在全面瓶之後啊 我就是從外面這樣拉 拉不動 尤其是我手指頭又短 對阿 欸 吐扯了 那從上面 爸爸有時候對阿 不用講那麼快 有啦 有啦 有啦回來了有沒有 回來了 我剛剛可能這個手掌心的肉這邊有碰到櫻木啦 所以要稍微 要稍微 還是要稍微 注意一下 有時候是因為自己的 手不小心碰到了 然後 欸 怎麼調那個深色模式阿 桌面布局還看到一個新功能好可愛喔 搖一搖全屏補位 編輯模式下搖一搖當前的頁面 他的圖標就會自動補位欸 補位是甚麼 就是自動排整齊的意思 這邊有缺的 他就會自動補位 對啊 你有用過這個功能嗎 沒有 因為我喜歡自己來 嗯 你喜歡自己來就對了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拿起來真的比較不好弄 可是我放著又會那個 這樣子好了 放在腳這邊 這樣子好了 這樣比較不會反光阿 更多設定嗎 我剛剛看過沒有阿 那個深色模式還在哪裡阿 數位健康 與家長控制功能 不是 然後 顯示器 應該是顯示器阿 對阿 深色模式在顯示器這邊 這邊有寫啦 深色模式 系統和部分應用的介面 以黑色為主 然後呢 可以降低夜間使用手機的不適 你要試試看我的蘿蔔糕嗎 這邊有寫定時開啟 就是時間到了他就會自己開 平常大部分時候還是白的 晚上七點到隔天早上七點 變成黑的了 有沒有看到 變成黑的了 阿如果關的話咧 那就是白的 我們把它打開 那就是晚上七點到早上七點 就變黑的 這樣你夜間使用的時候會比較舒服 不會太刺眼阿 就這樣 不會太像白天 就是 因為你晚上可能用的時候 白色會會刺眼睛 對眼睛來說太亮嘛 就這樣 你試試看把它縮小 看你會不會用 很快就習慣了 單手就可以 有有有有有 很有FU有沒有 要習慣一下 放著它就會 就會切換那個多個 阿你馬上就放開它就會縮小 好難漏喔 要習慣一下 這樣 OK OK 要習慣一下 剛開始那個手 可能中間這個漏阿會碰到 要稍微這樣子 注意一下就好了 就這樣 好啦 影片就拍到這邊 跟大家簡單分享一下 那個MIUI 我們家 我啦 我使用的 目前為止 比較好用的功能 就是全面屏 跟那個深色模式 阿如果有發現更多的 再跟大家分享 大家晚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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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有個美好的夜晚 祝大家有個美好的夜晚 上上來乾杯 乾杯 掰掰 scorpion 點心 不啊 不啊 想看 可以好嗎 你看 我們 我們 在 好